美食賣場好十多金爆 販賣染A肝病毒的綜合煤 1.7萬公斤還都流入市面 但更離譜的是 美國早在3月17號就警告 已經要求業者要回收 A肝莓果類產品 而隔兩天食藥署卻說 台灣沒進口 直到高雄衛生局接獲通報 才啟動機查 還驗出有A肝的莓果 但時間卻拖了超過一個月 3月17號美國的FDA 就公布了這個品牌的 莓果含有A肝 發現有邊境的問題 啟動了機查 這已經是將近四個星期之後的事情了 那麼這麼久食藥署在忙什麼 到底為何慢半拍 讓A肝莓果流入市面 食藥署這麼解釋 好十多被我們查獲不合格的 它不是國際簡訊的草莓 它是其他的綜合莓果 在邊境上面 針對各國有輸入的莓果 一律加強查驗 儘管食藥署解釋 美國通報有問題的是草莓 並非莓果 好十多也發聲明道歉 並沒有進口已通報的產品 但外界質疑政府為何一開始不擴大檢驗 拖了一個月讓消費者把毒莓果吃下肚了 也沒有道歉耶 今天碰到美國人像個軟腳蝦 機關署回溯今年通報了 31例本土A肝個案 目前沒有任何一個案例 和豪施多成品有關 單月感染A肝有50天的潛伏期 恐怕還要再觀察到6月底才會安全 如今消費者人人刺危恐怕很難 再信任由政府把關就真的都沒問題 資訊商量民事故好A森的小組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